馬英九讓我非常的失望 我從來就不想把他抹紅 他自己要紅是他家的事 但是他忽略了 台灣有那麼多投給國民黨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把他抹藍 什麼是藍 藍就是回到中國的時候 言必稱反攻大陸 身必著中華民國國旗 喔 所以現在 他會被抓啦 不行啦 他會被抓 剛好 剛好回歸中國 首先是要證明 藍跟紅有什麼差別 藍叫做自稱 自稱是自由的民主中國 紅是共產的中國 是解放的中國 所以當藍遇到紅 馬英九應該做什麼事情 他要先跟韓國瑜借中華民國國旗一 有沒有還記不記得韓粉造勢 他把國旗穿在身上 他上一次穿西裝啊 這個徽章弄了一個國旗 結果全程被共產黨馬賽克 你現在如果穿國旗衣 他就要把你全身馬賽克 不知道的以為在看半夜的電影 因為全身馬賽克嘛 他可以貼那個啊 對 這裡臉上在刺繡 貼在臉上 刺個國旗 這樣子 對 這個就是藍要做的事情 國民黨最愛講的什麼 叫做宣誓主權 去太平島要宣誓主權 各位 馬英九去馬家莊宣誓主權 去西安宣誓主權 去廣州黃花崗什麼陝西什麼什麼死皇帝 每一個地方去宣誓主權 那是藍隊 那個就像世界棒球經典賽打贏了 就在那個投手球插一支國旗 那走的時候 你們就拿那個像那個 像那個啦啦隊 那個 在那邊搖 大旗指揮 對 馬英九來到敲鑼打鼓吹索納 哪有人碰到有人贏給耍 然後這樣子 出這個隊伍前進 這個叫做藍要做的事情 其實馬英九在余恩節這一天 要出發去中國訪問 蠻多人其實會有一些擔心緊張啊 想說 其實距離520的時間也 不遠了 那你這個4月的時候 如果跟習近平見面 會不會某種程度 其實對於賴清德的這個 舊直眼說 可能會不會有一些影響 而且呢 你馬英九去 扒了 這個拼了老命 要跟習近平見面 到底圖謀的是什麼 但是這時候蕭旭誠先出招 要請問一下3Q啦 蕭旭誠有說 預期到綠營一定會用抹紅的啦 一定會這個 如何如何的啦 說我們賣台啦等等 我們會正面迎戰 因為呢 我們會這個 這個是賴清德應該要這個 承認九二共識 讓兩岸能夠春暖花開 你覺得 馬英九習近平再見面 真的會促成兩岸 這個花開嗎 馬英九讓我非常的失望 我從來就不想把他抹紅 他自己要紅是他家的事 但是他忽略了 台灣有那麼多投給國民黨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把他抹藍 什麼是藍 藍就是回到中國的時候 言必稱反攻大陸 身必著中華民國國旗 所以現在 他會被抓啦不行啦 他會被抓 剛好 剛好回歸中國 首先是要證明 藍跟紅有什麼差別 藍叫做自稱 自稱是自由的民主中國 紅是共產的中國 是解放的中國 所以當藍遇到紅 馬英九應該做什麼事情 他要先跟韓國瑜借中華民國國旗一 有沒有還記不記得韓粉造勢 他把國旗穿在身上 他上一次穿西裝 這個徽章弄了一個國旗 結果全程被共產黨馬賽克 你現在如果穿國旗一 他就要把你全身馬賽克 不知道的以為在看半夜的電影 因為全身馬賽克嘛 他可以貼那個啊 對 這裡臉上在刺繡 刺個國旗 額頭 對 這個就是藍要做的事情 香港國安法23條剛通過 用思想犯言論自由 鉗制香港人的行為 所以他應該要光復出身地 為香港發聲 拿著共產黨的官媒的麥克風 在記者會的時候說 香港這樣子做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 我們香港以前在10月10號 會升中華民國國旗 這個回歸祖國主權轉移之後 就再也不升了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香港回歸中華民國 這個是藍會做的事情 看到習近平就說 過去的恩怨可以放下 但是現在未來 我們要走向自由民主的一個中國 那這個才是藍要做的事情 這個也是真正鄭蘭君那些在眷村老農民 甚至我的這個外婆外公 他們所想的事情 他們心心念念一輩子來到台灣 什麼時候可以回中國 什麼回去的時候變共產黨的中國 馬英九幹的是藍的事情嗎 這都不需要我們去講魔洪 他如果在剛剛幾件事情去講其中一個 或者是國民黨最愛講的什麼 叫做宣誓主權 去太平島要宣誓主權 各位馬英九去馬家莊宣誓主權 去西安宣誓主權 去廣州黃花岡什麼陝西什麼什麼死皇帝 每一個地方去宣誓主權 那是藍隊 那個就像世界棒球經典賽打贏了 就在那個投手球插一支國旗 那走的時候 你們就拿那個像那個 像那個啦啦隊 那個 在那邊在那邊搖 大旗指揮 對 馬英九來囉敲鑼打鼓吹索納 哪有人碰到有人贏給耍 然後這樣子 出這個隊伍前進 這個叫做藍要做的事情 那 憑什麼說我們抹紅 因為藍的事情你都不做啊 只在那邊每天配合紅在做事情 然後藍跟紅唯一的共識 在體制上在編織上在什麼 他們只有一個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當藍跟紅沒有區別的時候 就只剩一個中國 是你自己把藍色看成紅色 不是我們抹的嘛 藍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走要捅 要捅啊好啊可以捅啊 你捅完之後 要讓他們變民主自由的中國 你要跟共產黨講 你要跟中國人民講說 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請問這幾件 藍該做的事情 都沒有做 只藍的什麼做的都沒有了 只剩下叫的功能 只剩下藍色的在叫的功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覺得很可惜的地方 那你覺得對於520賴清德的 這個講稿兩岸的部分 會不會有更大的壓力 剛剛講的是藍的 那賴清德是綠的 我們要在意 我們不是說不在意他們 但是我們應該以我們的主體性 以台灣2350萬人的這個方向去做交代 我反而不覺得應該花太大的蝙蝠 台灣民意基金會有一些什麼 我是不是台灣人的民調趨勢來看 其實這一次最大的差別是 永遠維持現狀的直線上升 以前有分成往台獨方向 緩台跟集台 緩統集統跟緩讀集堂 然後還有一個一個是維持現狀 再說一個是永遠維持現狀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其實投出來的結果是說 我們台灣不知道為什麼 永遠維持現狀的人變多了 就是大家都懶得在管 你美國中國要幹嘛 反正我就是以現在這個樣子 繼續前進 這是民調的結果啦 所以賴清德應該不會在兩岸論述上 有太大的躁進或突破 應該也是在維持現狀下面做論述 嗯